我们现在来到了主题是真人对话 今天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 言辟或是 那些的用词 当你听到对方讲话的时候 你要怎么反应呢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要点 好 那看看第一个 绘画一哦 第一句 啊 もうすぐ始まるよ 快要开始哦 もうすぐ始まるよ 再来 平常是没有兴趣 但是呢 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右上角的说明呢 他说 トモナルト就是一到什么什么的时候 意思是你可以先描述年龄啊 时间啊 有一些事情等等 然后再来呢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会有一些特别的反应 有特色的反应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トモナルト来表示 例如说 40歳ともなると体のあちこちが痛くなります 40歳ともなると 年龄来到了40岁 就会有一些有特别的事情 体のあちこちが痛くなります 这里と哪里通 はい 再来 スポーツ最大の祭典だもん にわかファンでも許されるよね はい にわかファン 就是一阵雨 突然下起来的雨 就是にわかアメ 一样 にわか什么样 就是突然发生的 或是临时变成的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是 にわかファン にわかファン 就是临时的粉丝 以往对他没有兴趣 但是呢 哇 来到了一个周围 热闹起来了 大家开始喜欢了 好啊 那我也变成他的粉丝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にわかファン 好 再来 日本ではどんな競技が人気あるの 日本発祥の柔道はもちろん メダルが取れる確率が高い競技は人気あるかな 日本発祥の柔道はもちろん そもそも是当然的 所以他先前面提到的是一个代表性的 那再来还有其他哦 メダルが取れる確率が高い 可以拿到这个メダル的 机会比较高的競技 比较有人气哦 で 他的后面的语著词 他说あるかな 就是有一点 他发挥想象力的 那种想想的感觉哦 あるかな 我也有一点不太能确定的 但是应该是这样子吧 的那种感觉 再来 じゃあ あたり就是那边的意思 所以他就举例子 那球游泳啊 还有体操那些吗 那些范围吗 人類最速の十秒 OK 所以他就提到了一些競技 他的那个比赛的项目名称 你们也可以顺便把它记起来哦 所以这边绘画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学习的主要是这个 言えてる言えてる 你说的对 你说的有道理的意思 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哦 现在我们进行到绘画二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